近日,台湾海军舰队进行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联合训练 这场训练集结了多种型号的军舰 以检验舰炮射击的实际效果 训练中,舰队精心编组,各型军舰协同作战 进行了包括76炮和5寸炮在内的舰炮实弹射击 对此,海军高层对这次训练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打出了满分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海军此次使用的MK75型76毫米快炮 是由著名的意大利奥托梅莱拉公司制造的 这款舰炮因其高精度和稳定性,在全球范围内享有胜誉 目前,海军各型舰艇上已配置了20余门这样的舰炮 不仅如此,这款舰炮也是欧美国家海军舰艇普遍采用的选择 其卓越性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舰炮的服役时间逐渐增长 世界各地都在积极寻求性能提升的途径 以延长舰炮的使用寿命并提高其防卫点 拦截反舰飞弹的精准度 台湾海军也不例外,他们早已意识到这一点 并付诸行动 根据已获立法院审议通过的公开预算 去年开始,海军启动了一项名为76块 Post Drill行型加改装外购案的庞大计划 这项计划的总投资高达67亿1817万3千元 预计将在接下来的11年内,即至2023年完成 此外,还有一项名为76块 Post Strike型大大的单外购案的相关计划 总投资也达到了27亿余元 预计将于2020年完成 整个项目将持续9年,军方人士投入 这两项性能提升计划的主要目标 是对76毫米舰炮进行全面升级 这包括将炮塔换装为逆宗构型炮塔 为现有舰炮,加装先进的Streams套件 以及升级和更换无线电射频导引系统 以及配套的射控系统 此外,还将增购快速飞行可控制的导向炮弹 简称达尔的可让舰炮 这些升级措施将使舰炮在面对水面 地面射击 以及接战低空慢速目标点次因素反舰飞弹等空中目标时 都能展现出卓越的性能 据相关人士透露 在实弹射击验证中 经过加改装 并配备了Rail型套件的76型快炮 在使用大二导引炮弹后 表现出了惊人的射击精准度 这款大二炮弹能够有效地掌握到10公里外的飞行目标 并准确地进行射击拦截 对于舰炮这一海上战争的重要装备 许多人可能并不深入了解其运作机制与特性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索成功集军舰上搭载的这款备受瞩目的76快炮 这款舰炮的全称为 奥托76毫米舰炮 是意大利奥托梅莱拉公司精心研发和生产的杰作 以其卓越的性能和广泛的应用范围 在国际海军界赢得了极高的声率 奥托76毫米舰炮之所以备受推崇 不仅在于其出色的射速和紧凑的体积 更在于其卓越的防空 反导和对陆攻击能力 这些特点使得它成为中小型舰艇上的理想选择 被誉为舰炮中的佼佼者 与俄式的AK-176型76毫米舰炮相比 奥托76毫米舰炮 在知名度和性能上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者共同构成了76毫米舰炮领域的杰出代表 在上世纪6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 随着反舰导弹对水面舰艇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 各国海军纷纷加强了对中小口径舰炮的防空反导能力 面对这一挑战 意大利海军经过深思熟虑 认为对于中小型舰艇而言 127毫米舰炮口径过大且射速较慢 难以胜任精确且连续的反水面压制任务 而40毫米口径舰炮虽然射速高体积紧凑 但威力较小 射程有限 同样无法胜任反水面压制任务 因此 意大利海军与奥托梅达拉公司携手合作 共同研发一款 兼具射速 精度 威力和适应性的中口径海军舰炮 经过深入研究和精心比对 意大利海军和奥托梅达拉公司 最终确定了76毫米口径 作为这款新舰炮的最佳选择 这一口径不仅具备了多用途火炮的优势 而且能够在防空 反倒和对陆攻击等多个方面 发挥出色性能 按照奥托梅达拉公司的设想 这款新舰炮将成为小型战舰的主要装备 并在大型战舰上担任辅助角色 1960年 首门试验型奥托76毫米舰炮 成功交付给意大利海军进行测试 在初期试验中 海军发现该炮的抚养机构和致退机构 存在一些问题 经过科业人员的精心修改和完善 四年后 单管76毫米舰炮研制成功 第二年 这款舰炮 便被安装在意大利海军新舰程的 卡罗贝尔加米尼号上 并正式定型为奥托76毫米舰炮 从此 这款舰炮便以其卓越的性能 和广泛的应用范围 在国际海军界斩入头角 成为各国海军竞相采购的热门装备 这款舰炮 其卓越的性能参数和多功能性 无疑为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总重为7500公斤 全长7.279米 其中 炮管长4.724米 及炮身长度达到口径的62倍 其口径为76毫米 确保了强大的火力输出 它的发射速率可达85至100发每分钟 这一高速射击能力 在战场上具有极大的优势 最大射程约20公里 炮口出速在914至925米每秒之间 这些性能参数都展示了其强大的火力性能 在服役之后 这款舰炮凭借其体积小结构紧凑 射速高 以及全自动化操作的特点 迅速获得了意大利海军的高度评价 短短几年内便获得了84门的订单 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不仅如此 意大利同时代和1963年 往后建造的各种舰艇上 都无一例外地安装了这款舰炮 其数量之多 达到了每艘舰艇六门 随着76毫米舰炮的巨大成功 其影响力迅速扩散至全球 1964年 意大利与西德 以色列展开合作 共同研发的紧凑型 快速型和超速型三种改计型舰炮 其中紧凑型舰炮在体积和重量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 缩小至约8吨 这使得它甚至能够安装在快艇上 在这一基础上 射速炮口出速和射程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后期建造的新型舰艇大量采用了这种舰炮 与海麻雀 鱼叉等导弹系统形成了极为经典的组合 在那个时代 由于各国尚未开发出适合防空用的快炮 这款76毫米舰炮 便成为了西方战舰防空火炮的最佳选择 尽管快艇等小型舰艇的弹药携带量有限 但这款舰炮的持续火力输出 依然能够对敌人形成强大的威慑 而速射型舰炮 则是在紧凑型基础上进行的改进 其重点在于 提高发射速率和精度 1988年4月 这款舰炮 在意大利海军的勇敢号驱逐舰上 进行了海上试验 试验结果显示其射速高达每分钟120发 这一成果得益于其独特的冷却设备 这款冷却设备采用水冷方式 能够迅速带走舰炮各系统散发出的热量 确保舰炮在高射速状态下 保持适当的温度 最初的标准版射速为每分钟85发 而经过改良后的速射型 则高达每分钟120发 甚至更多 三款改进型舰炮 在结构上基本相同 因此 它们的主要部件可以进行互换 这位维护和升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奥托梅莱拉公司 在舰炮技术领域的贡献 不仅仅局限于76毫米舰炮 它们更是成功地将 每至127毫米火炮进行了优化 推出了127毫米紧凑型舰炮 相较于每至42克瓦查型舰炮 这款新型舰炮在可靠性 紧凑性以及射速自动化等方面 都取得了显著的提升 从此刻起 火炮技术便成为了意大利舰艇设计中 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元素之一 以1973年服役的勇敢及驱逐舰为例 这款满载排水量达4500吨的军舰 无疑是意大利多炮塔设计的巅峰之作 在旗舰的首尾臂炮位 安装了两门奥托127毫米舰炮 而在舰中则配置了四门76毫米紧凑型舰炮 这样的配置不仅彰显了其强大的火力 更凸显了奥托梅莱拉舰炮系列 在舰艇设计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 奥托梅莱拉舰炮系列 已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舰艇上 得到广泛应用 总生产数量近千门 其成功程度可见一般 意大利海军对奥托76毫米舰炮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认为它在防空战能力和反水面战能力上 达到了射速与口径的完美平衡 更值得一提的是 其反导能力对反舰飞弹的拦截效果 丝毫浮逊于进程多管机炮式防御系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奥托梅莱拉76舰炮也在不断进化 最新推出的赶量版 采用了隐身炮打构型 并融入了无人化设计理念 其装填方式实现了全自动化 而弓弹器具则配备了三组原型弹舱 总共可装载115发炮弹 这款舰炮所使用的弹药 大多是20世纪研制的新型弹药 使其能够胜任对舰攻击 对陆支援 防空阻挡 以及拦截来袭反舰飞弹等多种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 奥托梅莱拉公司在2000年 还研制了达尔飞标制导炮弹 这款炮弹主要用于打击来袭的海上目标 具有全寿命周期 费用低作战反应时间短等显著优势 它为舰炮系统增添了新的打击手段 进一步提升了舰炮的作战效能 在此 我们不得不感叹 奥托梅莱拉公司在舰炮技术领域的卓越贡献 他们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 为海军舰艇提供了更加先进可靠的舰炮系统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